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要保养呢 你就要敷面膜 涂爽 敷水 然后防晒呢 还要什么精华液 对 太多步骤了 太多了 然后如果做错一个步骤的话 就会影响肤质的质感 是 所以我觉得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交给专业的女性呢 去帮我们处理 而且呢 马来西亚的这个天气很热 对 所以呢 我们做演员 或者做YouTuber的每次在外面拍摄 一天下来呢 我们的脸呢 就会油腻腻了 所以呢 洗脸呢 成为了最基本的保养步骤 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到位于Daman Sara Utama的Facebook 对了 它是一间日本star的护肤保养中心 是 它是主打 无套路 无配套 人人都付得起的价格 好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去体验吧 嗨 欢迎光临 请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是 好 我先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做的活动呢 不方法有两套虫啦 原价是69 现在初试是19.9 啦 哇 便宜啊 可以的话 我就把你们检测你们的皮肤 变不错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 我刚刚就完成了这个洗脸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他们化妆件 就是如果女生洗完脸过后 可能还要去见男朋友啊 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补妆 然后说一下我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是真的非常舒服 没有在骗你们 我是昏昏欲睡的 因为太舒服了 而且它是那种冰火凉重天 因为呢它浮上去的那些保养液呢 是很冰凉的 然后呢它又有用那个热毛巾 帮我们敷脸 所以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我相信有洗过脸的朋友都会很害怕 有一些美容师可能会弄到你的脸很痛 因为他们是用人工的方式 那这里的话它是用机器 而且呢可以随时调整那个力度 所以呢完全不会有刺痛的感觉 所以呢喜欢洗脸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哈啰我是Facebook的负责人我叫Jane 是我们想请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想要创办这间店 呃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是很爱美的啦 所以呃但是在马来西亚的美容店来讲的话呢 可能就是他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会比较多美容配套啊 然后一进到去就是很好笑的啊 这些都是我们顾客狗门反馈的 所以洗脸吧呢它创立呢就是说 呃可以让大家在没有压力很轻松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体验到呃非常舒服的一个洗脸 嗯这样子这里的洗脸的服务有什么特别 跟我一般在家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呃其实我们洗脸吧呢 全部洗脸的treatment呢都是使用机器的 然后我们是没有配套没有推销 然后是没有套路的 那么瑞士的美容来说呢我们是使用机器 所以呢全层是无挤压的也不会让我们皮肤有任何的伤害 哦这样子我们平常walk-in就可以还是要walk-in 呃如果你幸运的话呢walk-in是有位置的 但是其实基本上洗脸吧天天都很多顾客 所以建议呢还是大家体验booking会比较好的 那在这里呢你不会感觉到很压力啊 就非常的轻松一个感觉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来洗脸啊 你就是不会喜欢一直给人家推配套啊这些东西 那这里是完全没有的咯 我刚刚来到Facebar这里呢我以为这里是奶茶店 但是呢这里是洗脸中心哦 当然非常感谢Tracy姐姐帮我洗脸 她用了很多日本的仪器帮我弄我的脸部皮肤 而且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 是观看这个影片的粉丝们有福了 因为今天老板呢决定送出八个大奖给你们 非常谢谢老板 这样子参加的方式呢非常简单 你只要share我们的这个帖子 然后呢并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方留言 告诉我Facebar的任何一个特色 或者是任何一个服务就可以了 那你分享的这个次数越多呢 我们就有机会迎走更大的奖项 那我们分别会送出五份价值69元的洗脸服务 而大奖呢是这个价值189元的水光全家炮充 二奖呢是价值169元的普拉提炮充 而三奖呢是价值139令吉的深海换服炮充 那更多比赛的详情呢 就记得看我们这个Facebook下方的这个信息啦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个Facebar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都欢迎你留下 那想要看我下一次去哪个地方开箱体验的话 也记得留言告诉我喔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